欢迎回到诗城有约 各国放宽出入境措施之后 相信部分国人已经开始筹备 要在假期时出国旅游 而一些人也会考虑 可以灵活安排时间和行程 可以深入探索在地景点的 自驾游 不过在国外不熟悉的环境下 开车有许多的事项 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请来了 两位嘉宾 向他们了解一下 在国外开车出游 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欢迎新加坡汽车工会 高级技术顾问 兼安全驾驶课程培训师 戴继森 和旅行社 欧美假期董事黄耀雄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嘉宾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们首先请教一下 汽车专家戴先生 戴先生 您觉得在我们已经计划 是否要在国外自驾游的时候 应该首先考虑哪些重要的因素 根据您过往的这些经验 哪些国家和地区 是本地驾驶员 比较容易熟悉适应的呢 第一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去哪一个地方 它的地市 它的教工情况 这些现在在网站都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然后也需要必须知道它的交通条例 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速度 叫做国力 有些它有那些安全带的条例 跟你喝酒多少酒量的条例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如果要去自驾旅行的话 日本 澳洲跟新西兰是不错的一些国家 因为第一它们是跟我们一样 是驾驶帆是在右手边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有经验的话 你去个国家 它的驾驶帆在左边 那么你要一段时间适应 所以这种因素通常就是我们所讲 会提高你的压力 你的驾驶的话 就会有点分神 因为不同的状况路况 就会造成你的那些驾驶的分心 那么会又造成提高碰撞的激励 首先了解这个所在国家的条规条例 包括驾驶习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请教一下黄先生 在国外这些自驾游的行程 在本地的新加坡人有多受的欢迎呢 那通常哪一类型的客户 会到旅行社去询问自驾游的行程 其实新加坡人也蛮喜欢自驾游的 可是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 比较年轻的情侣或者比较年轻的家庭 都喜欢说去自驾旅行 是的 那他们根据您的观察 在国外自驾游比较常在路上 会碰到哪些状况 然后遇到状况之后 要解决这些状况又会碰上哪些困难 我们想让两位根据以往经验都谈谈 首先我们请戴先生来讲一下 有些状况比如好像汽车抛锚 所以汽车抛锚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讲在你出发之前 你去租车的时候 你必须做一个 就是把他们的电话号码 急救电话号码写下来 所以如果你的车抛锚的时候 你就知道要打给谁 如果有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意外的话 那么你必须也是同样 要有你租车的警戚号码 也给你的旅行保险的号码 也要打给他们 就是在你出发前 必须把一些紧急需要联络的号码写下来 比如当地的警察的电话号码 新加坡大使馆的号码 还有可能那些就商车的号码 可以的话也跟他写下来 那么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可以打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办法帮你 给你一些意见 然后渐渐地可以帮忙你 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黄先生 根据您以往的这些服务的经验 有没有哪些补充呢 大家会遇到什么样的很难解决的困难 有没有一些辅助的小工具或者是手段 那么对于我们旅行社的客户来说呢 遇到这些意外呢还算好的 因为我们有当地的地界社会 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主要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们的顾客通常会遇到 时间不够用 比较紧凑的情况 比如说遇到当地风路啊 或者天气恶劣 比如说下大雪啊 不能驾驶 那么如果他们的这个计划 是很紧凑的话 比如说最后一天 你的酒店不是在于机场的那个城市的话 你还要驾一两百公里 赶着去机场赶飞机的话 遇到这种风路 或者塞车 或者下大雪的情况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你很急着要去驾 去赶时间的话 更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我们都会劝请顾客 可以的话呢 每天驾驶的路程和时间不要太长 而且最后一个晚上 一定要住在你那个飞机场的那个城市 尽量的事先做好详细的规划 是的 然后加上每个国家的天气啦 还有它的道路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想请问一下戴先生 那就是在国外驾驶的时候 它的关键的那些安全须知 是有哪些呢 那你会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 做好怎么样的准备 才不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困难 首先当然你要 预算一下那个里程多元 因为在驾驶的时候 根据研究 最好不要在同一个时间 驾驶超过两个小时 一般上 因为超过这个时间 你就会疲劳 疲劳的话 就会增加你的碰撞机率 比如你要去不同的观光点 但在之间有一个休息站 如果第二个观光点 是超过两个小时 中间有个休息站 你就要在个中秋休息站 休息一下 通常最好的话 疲倦的话 就是休息要20分钟啦 就是我们想休息一下20分钟 你顺便出来活动一下 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在一个地点 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点 当然驾驶的时候 低不熟的话 我们还是要尽量保持 不要超速 速度是一个 我们知道的 如果你驾得太快 你就会被比较少的时间来反应 而且你的碰撞造成的危险 跟伤势就会增加 还有还要很重要 就是必须绑安全带 那个会有什么东西 它可以减少你的受伤趋势 在新加坡所一些 我们时常要遵守的 还是要遵守 比如你在那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你不可以以为我 这个清灯我可以过 因为有些国家 他们可能不一样 所以你要稍微放慢速度 观察一下 而且每次驾驶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在气候不好的时候 一定要把速度放慢 这些还是必须遵守的 所以就可以把那个 碰撞的几率降低 其实我自己也有 在国外自驾游的经历 我其实可以分享一点 我一般都会换好了 这个国际驾照 还有就是要购买保险 所以想请教一下黄先生 在保险方面 您一般会不会给予一些选择 自驾游的旅客 有各种不同的建议呢 通常我们都会呼吁他们 一定要买充足的保险 足够的保险 那么还有就是说 要确保他在那边租的车 一定要也是要有那个车险 这些都肯定要的 而且不可以 不可以弹便宜买那种便宜的 也不是每个保险都是 能有的 就是包括这些自驾的 这个部分 不要省这个钱 没错 该规划好 规划好 那租车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自驾游 就是在开车嘛 那在租车的时候 是不是要根据路线的 需要来选择合适的车型 是不是涉及了山路 我们就必须选择 四轮驱动的汽车呢 戴先生 好 比如你已经决定 你要去的地方 是比较 我们叫做越野驾驶 如果你这种 如果去越野驾驶的话 你就知道 可能会一些山路 多石头路 或者一些泥路 这种情况下 当然 那个四轮驱动 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轮子轮陷下去 它可能可以拖 拖那个弦 都可以加上出来 但是如果你去的地方 只是一些比较市区 用它的那个 多数是油拨路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 去租一辆四轮驱动 而且四轮驱动的车 通常它的租金也是比较高 所以根据你要去的路况 决定你去租谁样的车 自驾游呢 其实有好处就是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但是同时呢 有的时候你还是会比较疲劳的 所以现在呢 有一些车辆是有这种 自动驾驶功能的 会不会有一些顾客 他希望租这类的汽车呢 黄先生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会啊 可是尤其是很多国人 他们出国的时候呢 他们都希望尝试新的车种 尝试不一样的车 因为多数的国人很少去坐那种 越野车啊那种 通常都是走城市啦 对吗 那么我们通常给他们的建议 就是真的是很中肯的建议 就是说 你最好驾驶一辆 你熟悉的车 比如说你是驾日本车的 最好你租回日本车 最好租回同样款式 那是最好 如果你本来都不熟悉欧洲车 你现在说 我想尝试坐欧洲车 反正租车嘛 那么他可能把那个打 Signalight都是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的左手右手 还有很多一些 他的那些设施都不一样 其实当你不熟路况 你连车也不熟的时候 就更容易产生意外了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劝请顾客说 不要贪心啦 最好驾驶你熟悉的车走 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去做新的挑战 对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 给了我们这么多实用的贴士 希望在他们这些建议之下 给大家做好充足的这种保驾护航 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那我们也谢谢两位嘉宾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最近不时的下雨天气潮湿 但是又闷热 人们的体内非常容易的累积湿气 而体内的湿气重可能会导致哪些症状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去湿 调理身体 记得走进稍后的生活小学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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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